39岁的穆罕默德·穆曼把他的应用程序称作MIMBAR,因此是论坛。 他能让在清真寺做礼拜者,给伊玛木和他的步道评分。 这个平台可以拉近伊玛木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对方。 这样,伊玛木也可以知道社区里正在发生的事。 这个应用程序使用起来十分简编,使用者可以搜索他去的清真寺,看他得到了多少个赞。 礼拜者给那里的伊玛木什么样的评价,他们也可以发表自己对伊玛木的看法。 穆曼的灵感来自他在一所清真寺做祷告时的经历,他当时想问一个问题,但发现不方便举手向伊玛木提问。 我有点不好意思直接走上前和伊玛木面对面交流,我想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让对话更加持久。 那时,我想到了手机等能让伊玛木过些时候阅读的方式。 穆曼认为,他的应用软件还能够处理和圣战主义以及激进化有关的问题。 他说,许多年轻人之所以会被网上的一些向伊斯兰国散布的那种激进关联所迷惑,是因为他们不能和他们的清真寺和伊玛木进行充分的共通。 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极端主义群体都是经常通过社交媒体来招募新成员,而我们则可以通过吸引年轻人,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序来推进反生战运动。 并且对抗更高级的圣战形式。 美国之音询问了几位伊玛木对这个应用软件的看法,但没有人愿意发表评论。 神学家和穆斯林学者哈森·埃尔·巴卡利认为,仅凭喜欢和不喜欢可能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但是身为步道者,他表示很需要得到反馈。 我觉得反馈很重要,它能让你知道你是否还在正确的路上,或是了解社区是否有讨论某个话题的需求。 在荷兰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伊玛木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家,他们通常不会说荷兰语,因此和祷告者之间却少沟通。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不太会说阿拉伯语的祈祷者来说,尤为突出。 如果你不知道社区正在发生什么事,你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来自外国的伊玛木可以得到一个简短的介绍,但是这和来自这个社区并了解其需求的人是不能比的。 莫曼现在正在努力开发这个应用软件,他通过大众筹款的方式来筹集进一步开发所需的资金。 美国之音鲁斯·布莱德·阿姆斯特丹报道。